时隔半个世纪后,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再次启动大修 近日,记者了解到,此次龙门石窟凤仙寺启动的渗漏水治理和微岩体加固大型保护工程 主体工程进度已过半,渗漏水和微岩体病害是其主要病因 龙门石窟始遭于北魏孝文帝年间,胜于堂 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 2000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屹立在凤仙寺的鲁舍纳大佛 代表龙门石窟的最高艺术水平 在龙门石窟景区东山隔岸远观,西山掩体洞窟密布 凤仙寺已被绿色保护网和脚手架覆盖 4万米钢管和防护网编织的手术衣,依然挡不住鲁舍纳大佛的微笑 佛像轮廓依稀可见,为减小对游客参观的影响 此次龙门石窟大修采取半开放方式,现场游客络绎不绝 我们一直在保护工作都是一直在低位的 七一年是大修了一次 这经过五十多年了吧 我们前两年一检查的有的地方有这个岩石的松动 还有一些病虫态 你比如这个渗漏水啊,这个岩石的风化啊,岩石崩塌啊 还有这个一些别的裂隙啊,你必须得修了 记者沿五十米高的脚手架登上卢舍纳大佛顶部看到 多名施工人员腰挂绳索,攀爬在坡度较大的岩壁上 清理裂隙残余灰尘 据悉,此次修复区域主要集中在凤仙寺,按照文物部门批复方案内容开展 高空作业,光这个架子可以直至距离五十多米高 那么实际上上面的这个,就是施工操作面的这个坡度很大 可能就给施工带来很多难度 就是说它这个坡度可能有些都是六七十度 范子龙向记者介绍,渗漏水治理是此次保护工程的难点之一 而探测岩体深处的裂隙发育,也是摆在石窟保护工作者面前的难题 现在我们保护施工是要求这个信息化施工 因为就是说,对于石窟来说,它山顶的情况,地质情况也比较复杂 可能就是说,你在下面看到的情况跟实际上的施工过程中 施工勘察,然后详细调查之后 发现可能就有些好些工作需要做得更详细一点 因为有一些这个隐蔽工程,所以这工程量可能会比这个预计的要多一点 记者了解到,龙门石窟对凤仙寺进行大修的同时 还联合高校对其进行全面体检,通过无损检测等技术 对洞窟及文物表面分化程度,含水率进行测定 形成完整的石窟病害调查报告 旨在为下一步制定龙门石窟整体保护规划提供依据 因为这楼沙大太有名了嘛,马上要华会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加班加点 争取在华会以前把主体的工作给它完成了 大架子吧,大一次不容易,50年再来一次 我们要把这个整个的病毒害彻底的调查一下 整个对它那种,现在那种保存现状来一个整个的评估 史院长还表示,龙门石窟下一步的保护需要多部门合作 多学科参与,多种科技手段应用相结合 实现龙门石窟的整体数字化